各位朋友大家好 2018年是狗年 按照旧例就是戊戌年 上一个戊戌年是60年前的1958年 当时中国发生了大跃进 再上一个戊戌年是120年前的1898年 当时中国在那一年又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总之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年 似乎总不是那么太平的 总要好像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了历史是不能这么过于简单化的来预测了 但是说今年中国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概率 还是相当高的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 有经济的原因 有国际社会的原因等等吧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这就是2018年啊 是习近平独自执政 或者说他独裁执政的第一年 那么习近平的独裁执政 他能不能玩下去呢 这第一年是至关重要的 以前中共的集体领导 所谓九龙治水啊 他固然有很多弊病 但是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 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 那就是责任轻压力小 中国有一个预言故事叫做烂鱼冲树 就是说啊 在众人啊 大家一起和就是说一起来吹鱼的时候啊 你吹鱼的技术好坏问题也不大 反正是大家一起吹嘛 就能把你的缺陷啊 给你掩盖掉 烂鱼也可以充数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人单独吹鱼的独咒 那么你吹鱼的技术啊 那就是至关重要了 因为你吹得好 吹得不好 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的嘛 在过去的五年中 中国啊算是集体领导 等于是大家一起来吹这个鱼了 所以习近平的领导水平如何 能力如何 也看不太出来 现在呢 习近平他不要集体领导了 他要一个人说了算 他要一个人单独执政 也就是说要个人独裁了 一个人单独执政啊 这时候啊 你就等于是不让别人催鱼了 只能习近平一个人吹 那么这个时候 习近平他的催咒的水平如何 能力如何 一下子就会毫无掩盖的血 在人们的面前 习近平在2018年 准备给我们演奏一个 什么样的曲谱呢 习近平开出来的节目单啊 可以说是洋洋洒洒一大本啊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应有尽有 有古典音乐 现代音乐 流行音乐 民族音乐 反正说五哈半文 什么东西他都有了 习近平思想啊 就是可以说 这个包罗万象 里面有四个全面 五位一体 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反正什么东西 他都有了在里头 但是说呢 你节目单上 给了这么多的曲目 你不可能全部都上演吧 你只能选择 一两个曲目来上演 那么到底习近平将给我们演出什么样的曲目呢 现在大家都在仰着脖子在等着看呢 可是习近平的这个大戏啊 他是迟迟没有开演 从2017年10月份的十九大到现在 已经四个月过去了 习近平的这个独奏的演出啊 还没有开始演出 虽然说 习近平发出了一些指示 比如什么修厕所啊 修乡村公路啊 精准扶贫啊 开国际大会啊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措施嘛 他不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大政方针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他不能算是戏 只能算是一个小的过场 习近平的大戏呢 还没有开始 这时候呢 大家就有点等急了嘛 不是说好了 要演出一首习近平新时代的大乐章吗 为什么总是迟迟不开始呢 这时候呢 就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啊 是习近平啊 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需要再准备一段时间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习近平啊 对自己的演奏水平啊 没有自信 他不敢出来读咒 或者是这个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可能性 都同时存在 如果说习近平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他还差什么呢 还缺少什么呢 表面上看习近平的习家军啊 他已经占据了各个领域的重要部门 军队呢 也是由他一手控制了 而且习近平啊 他还拿到了党的核心啊 领袖啊 各种伟大的头衔 习近平思想啊 他写入了党章 写入宪法 成为全党学习的一个必须的材料 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媒体啊 也是一天到晚不停的宣传习近平的各种功绩了 反正是表面上东西啊 他应该已经不缺少什么东西了 如果说他缺少的东西呢 那就不是表面上的 就是在水面下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或许习近平还有什么东西不够 为了解释什么是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下的东西 这里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啊 我们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次所谓的历史性转折的会议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地位 也就是说啊 邓小平他是在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取代了华国锋 成为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这些事情啊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但有一点呢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幕 那是在很多年之后的事情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 1978年12月 在那个时候 一般的吃瓜群众啊 根本是无法想象 中共高层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 这里先看一张照片 这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会场的照片 当时华国锋的画像啊 跟毛泽东的画像是并列悬挂在会场的 单凭这个跟毛泽东并列悬挂的华国锋的这个巨幅照片呢 绝大多数的吃瓜群众都会认为啊 华国锋的地位那是非常稳固的 随便没有想就是想象不到了 在那个时候 其实真正的核心呢 已经变成邓小平了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呢 是排名前三名的领导人 华国锋 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照片 当时啊 华国锋啊 是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国务院总理 所有重要的职务啊 都让华国锋一个人他担任了 而那个时候呢 邓小平他只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而且在党内是排名第三的 当时不知道内幕的吃瓜群众啊 恐怕他无法想象啊 那个时候邓小平 其实已经变成老大了 而且呢 那个背景后面 那个和毛泽东并列的 巨大的那个华国锋的画像啊 就更让人们觉得 邓小平啊 他只不过是华国锋 领导下的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而已 一点也看不出来 当时华国锋他已经实施了 我们再看一下 当时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因为这个公报 权文是很长的 我们是把这个公报的头尾两段 栽录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开头 是这样说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 副主席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陈云 汪东兴 出席了会议 华国锋 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并做了重要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尾 他这样说的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团结在以华国锋 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包 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而奋勇前进 我们如果单单看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吧 你看不出来任何华国锋 已经那个实施的那种迹象 我们再看一张 1978年12月 就是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他在半年之后又召开了 第五届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 也就是1979年6月 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 在这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当时华国锋的巨幅画像 仍然是跟毛泽东是并列悬挂的 而且当时华国锋是作为国务院总理了 他在这次会上 做了一个长达三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 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半年后的五届 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一切看上去也都很正常 也看不出任何华国锋已经实施的迹象 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历史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明白 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 中共内部的很多事情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瞬间的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或许是很漫长的 我们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知道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